欢迎来到王一博粉丝渠道 王一博7.1后台向大爷溜弯 结束后慢悠悠地走 一个人好孤单 7月1日是中国共产党建党100周年 很多明星他们一起参加了晚会的举办 并且在很多天以前他们就紧张地进入到彩排当中 希望呈现出的效果能够是完美无瑕疵的 这一次也邀请了娱乐圈的一线艺人 可谓是群星会集的一天 很多人男艺人都穿上了西装 女同志们都穿着红色的衣裙 看上去非常的喜庆 和我们国家的五星红旗的颜色融为一体 而且在7.1当天王一博也有很多节目要表演 他和王俊凯王源一起同台表演了一首歌 并且在表演的过程中还有很多跳舞的部分 王一博现在越来越有一种正能量的感觉啦 完全不是小先生的类型 和王源王俊凯他们站在一起 也不像是一个年龄阶段的人 因为他的身上多了太多的成熟 多了太多的稳重 这也是去年一年带给他的成长吧 这一次也是王一博独自一个人来到现场 就连行李都是自己亲自拿着的 身边没有看见保镖和助理的身影 在所有的节目结束之后 我们拍到了一组在后台的王一博 当时他还没有来得及换下衣服 但是整个后台好像只有他一位明星 但是他慢悠悠走过来特别像是大爷 另外离开了舞台 他给人一种岁月静好的感觉 给人一种与世无争不争不抢的画面感 其实王一博他在舞台上特别的拼命 但是一旦走下舞台他就会享受自己真实的生活 王一博这一次的后台照片也是特别的珍贵 河南的看到有人拍摄的时候 他并没有躲避镜头 而是慢悠悠向他们走过来 这一动作特别像是大爷六弯啊 虽然一个人看上去有一些孤单 但是这一次参加71的晚会也是对他身份最好的象征和证明 他从去年开始一直演一些军旅题材的电视剧 也希望在以后的道路上他可以多多尝试这种类型 因为他的形象特别正能量 给人一种硬汉的感觉 相信很多粉丝朋友和小编一样 也是第一次看到后台的照片吧 看到王一博不在躲避镜头慢悠悠走过来的时候 心里也是无比的感动 尤其是他的动作特别像是大爷六弯 不争不强与世无争 这才是我们认识的王一博吧 感谢您观看视频 请订阅该频道以支持我们 请订阅该频道以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订阅该频道以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